新北市三重发生一起行车纠纷 男子酒醉在马路上走太慢 被驾驶按了声喇叭提醒 结果他不满回呛 还大力捶打对方的引擎盖 车上三个人就对他喷辣椒水攻击 还当场围殴 警方赶到现场抓人 将三名嫌犯依伤害等罪 移送卷版 上口发生了行车纠纷 黑衣男子看到对方来势汹汹 频频道歉 但对方三个人根本不理会 三名男子同欧黑衣男子 他被打倒在地不断的哀嚎 当时还有众多民众目击 看到眼前这一幕真的吓傻了 先是吵架 好像是那个什么喝醉酒 后来有一个好像是拿那个电机棒 因为我听到电机棒的声音 可能被打那个就说 就要不要再打他 但冲突原因从何而起 原来全是因为喇叭声 行车纠纷发生在新北市三重 被打的灵性男子 21号晚间酒醉欢畅后打算回家 但烂醉如泥走得太慢 就被上口的休旅车按喇叭催促 结果灵性男子 怒吹对方的引擎盖呛响 最后反被三人围殴 还被喷洒辣椒水 打到全身伤 警方调查休旅车离新驾驶 也有商人前科 这回因为爱车被垂就痛殴对方 泄愤拳头换来的恐怕又是一笔前科 记者成长后正伦新北市报道